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短冰相接正面碰撞的时刻了 规则给两位和我们所有现场朋友介绍一下 两个人同时借助一个是由30根塑料管组成 每个塑料管的底部会藏着一颗乒乓球 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比的就是你们两位谁 由低到高把乒乓球吹出来的数量 数量多代表完成最后的比赛 好了规则就是这样了 我们的三位猜评的嘉宾看了他们整场的表现 你们觉得谁有可能在最后的比赛当中胜出以及理由又会是什么呢 小美有请 我觉得两位我更看好老将一些 因为确实我们老将获得了很多吉尼斯纪录 我的选择是老将 点亮红灯代表支持老将 好了 余老师 朋友在这个年龄能够做到那个状态 我觉得已经实属不易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获得这么多吉尼斯纪录的保持者的实力 我预判我们的老将今天会赢 好 又是第二盏红灯代表我们支持老将 小平儿 我觉得这个肺活量啊跟这个年纪如果大一点 经验丰富一点 体型如果壮一点 绝对是占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 重在参与 我想问一下小江 你觉得你今天会赢吗 会 我也觉得你会加油 好了 我们的三位猜评嘉宾已经全部的选择完毕 接下来又是我们现场观众你们的选择时刻了 同样如果支持我们的小朋友点亮蓝灯 看好老将点亮红灯 现场的各位观众请选择 好了 经过我们现场的统计呢 红灯的数量是19盏 与次对应的蓝灯的数量是31盏 接下来呢 两位选手的比拼正式开始了 正式开始之前 还是要进入你们的挑战宣言 老将也能赢吗 你是祖国的花朵 你要加油 我们总决赛马上开始 考虑到两位选手 他们本身的功力的差异 所以在整个决赛的道具上 我们也略微做了小小的调整 以示公平 老将这边所有的这个管呢 都是90度直角站立的方式 在小将这边呢 30根管呢 考虑到他的个头身高 还有他的本力 所以呢 整个这个管的排列呢 就相当于是30度角 这个年有什么意见没有 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小将觉得有什么意见没有 没有 没有问题啊 好的 两位选手都已经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 三二一 两位选手各就各位 两位选手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老将准备好了 老将这边吹最高的 加油 加油 来 我们掌声送给两位选手啊 为他们拍照油 加油 加油 老将这边感觉碰到了一点问题 哇 不错啊 出来了 小将速度很快嘛 老将这边的确是有难度的啊 因为他选择从高往低吹嘛 是的 所以一开始这个比较有难度 我觉得后面就会好了 还有最后20秒钟 老将加油 哎呀 太遗憾了 吹出来要起火就落回去了 小将最长的管也很快 是啊 我们超胜券的小将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我们组织赛最后顺利完成比赛 主要顺利的是我们的小将 我今天拿到冠军 小将冠军 我以后会继续努力 最后的挑战 我选择的这个方法是不对的 我应该选择是从意到难 这样是最好的 这个小将呢 我希望他以后还是好好学习 取得更大的成绩